好像是没有 好 你先看这边主赛班哨声吹响 比赛开始 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1年中超联赛 第18轮争冠组的一场比赛 由山中泰山对阵长州亚太 这是可能是赛前刚出现的伤病的状况 这个球带回来了 崔奇 崔奇 杀到禁区 补防慢一点 传门前后点还有 再传 这是要射门了 前场断球 这是机会前场 郭天宇 中路徐欣 看看有没有机会 徐欣可以打 打门 高了 比进加速 前面左边有点 看看机会 这个越位 这个从 左边的莫伊赛斯不越位 对 从视频上应该是越位 但这边左边有空间了 正正传门前投球 这个球传的可以说非常突然 定位球的机会掉进去 高点投球又抢到了 两个外援不在 包括中场的控球反击 其实受到一定影响 看看这个球 埃里克又点下来了 埃里克 哨声已经先响了 吹了埃里克的犯规 二连 哇 这是传球吗 这球高高的 埃里克反而有机会了 埃里克真拿到了 埃里克 单名所在 船的漂亮 门前打了 天了 埃里克 埃里克这点拿的很好 而且非常清楚 知道同班的位置 首先今天这个球 打在立竹的外援上了 稍微偏了那么一点 没打着立竹 非常可惜 这球传的漂亮 坐回来 好球 非常好 非常好 弹龙拿回来 岩志宇 虚晃一枪 再推 好球不约位 杨超生 打回来 门前 头球有了 王大为 目射有了 进了 1比0 下半场第6分钟 长江山反而率先进球 杨超生也是心定神会 而且并不约位 这球传的也非常好 掉起来 埃里克没有人管 石科位置完全丢掉了 第二下反应非常快 看球不看人 这个方程 中路 其实 王大来第一下 已经反应很快了 对 我以为第一下就能进 进球之后 大家也记得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头 抢这个进球 带来的红包雨 但是你要真给他 掉高空球的话 他未必能拿好好球 亲经到 好球 打身后 石科能不能传好 好 石科传过来 打 打骗了 现在防到25米了 美美要远射了 孙准浩又一脚 太厉害了 这个球员 场场进世界波 还要 球发的比较快 内部可以起 投球 凑到门前 进了 第二加多 关键时刻 南外环天王 进球了 这个球也是比较偶然 你任何时候不要放松 前面一蹭 应该是孙准浩蹭的吧 对 把这些蹭的给后卫给冒了 他这一蹭绕过了 孙减和奥克雷 和不可逾越的奥克雷 断下来以后 传中后点空了 停下来 这球能进吗 还是没有进 郭天宇啊 但是郭天宇停下来 就是完全可以挑 他是要过门将再去打 但是挑的太大了 起 后点 这边是齐天宇和郭天宇 齐天宇有机会 坐下来 郭天宇 坐下来进了 2比1 上进股是第一分钟 郭天宇还是证明了自己 而且这个球真的是价值千金啊 他有这种物理攻击力 对吧 人家就掉高球 人家打传供打不起来 不打了 就该给你这个高举高打 冲击你的禁区 你怎么办 一个高点 两个高点 三个高点 四个高点 你再进去里怎么放 这球 这让山东队啊 望 奥克雷又挡在了球的线路上 但是这次郭天宇把球打了贴的草皮 奥克雷没有能够挡住啊 做人当如泰山队 做人当如亚太队 好 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的上升推响了 山东泰山又一次50绝杀 再次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先锋知道 赛中的时候说了 已经14连胜了 今天15连胜 离着今年的中超联赛冠军 只差最后一场胜利了